换个焦点 伊斯兰党主席南都斯里 哈迪阿旺越洋起诉 沙拉越报告主编克莱尔诽谤一案 最终以庭外和解告终 招来多名伊党前领袖 齐声炮轰 认为哈迪之举 典当了伊党的尊严和名誉 伊斯兰党开明派领袖 三年前脱离伊党 即便已经另起炉灶 成立成信党 却依然星系月亮 成信党副主席胡桑穆沙 针对哈迪阿旺撤回起诉 沙拉越报告主编一事 就写了一封信给伊党支持者 联系他们当初捐钱支持诉讼 如今这起越洋官司却不己而终 胡桑以不点名的方式 促请哈迪辞职下台 他认为元素人应该扛起责任 因为伊党为了这一次官司 花了200万零级 包括党员和支持者的捐款 如今除了律师获益 沙拉越报告却好发无伤 除了胡桑 另一名从月亮脱离的前领袖 现任陈信党登州联委会主席 拉热卡玛鲁巴林 也议论此事 指他昨天在登加楼 出席多个婚宴时 伊党和克莱尔停外和解一事 成了众人的话题 他质疑哈迪在第14届全国大选前 起诉克莱尔是否为了掩饰乌医合作 如今诉讼落幕 有关文章却得以继续留在沙拉越报告网站 伊党颜面核存 但无疑的当初捐款的支持者 已经成了最大输家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伊党领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